慧哥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去你剛剛說這個 Saxophone 很有名的台中 去看看七星國小 後裏的Saxophone 公益文明全球 全世界平均每三把Saxophone 就有一把是 Made in Taiwan 有台灣Saxophone之父之稱的 張蓮昌先生 當年他憑著精準的繪圖技巧 細心的繪製出Saxophone 四百多個零件 並自行摸索樂器製造的原理 五十四通的完成第一把台制的Saxophone 成為全台製造西洋樂器的先驅 也讓後裏開始成為製造Saxophone的重鎮 音樂團裡四年級以上的團員 在畢業之前 學校會每次提供一把Saxophone 讓他們練習 這樣不僅可以讓團員們 沒有負擔的 享受學習音樂的樂趣 同時也可以培養他們的責任心 學會保養和愛護自己的樂器 熱心的黃校長 退休後仍然回到學校擔任指導老師 他用孩子們熟悉的卡通歌 當作練習的曲目 搭配活潑俏皮的教學方式 讓學習Saxophone變得和遊戲一樣有趣呢 Saxophone發聲的原理呢 是透過吹奏黃片 讓空氣產生振動 傳到同體之後才會發出聲音 你聽 同學們靈活的運用食指 演奏出來的聲音 是不是相當柔和又富有層次呢 在那七星國小的師生們 生活和Saxophone早已密不可分 和後閒俠之餘 校方還會鼓勵學生 參與社團以及校外的展演活動 不僅可以增加表演的機會 更能幫助他們擴展視野 有機多元的學習經驗 我們是台中士齊心國小 聖風樂團台灣一大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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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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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